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婚姻的杀手 婚姻两个人相爱很容易 但不知道其实后面很多人虎视眈眈 准备要破坏你们的姻缘 到底是谁呢 我们今天命理老师 他们也是婆婆 也是媳妇 他们最了解 到底那只鬼在哪里 来 欢迎我们几位来宾 他们也很懂 我们首先欢迎林玉峰 大家好 那说到婚姻的问题 你一定要有一个超级闺蜜加闺蜜的律师朋友 就是蔡惠子律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你如果有苦水 你就往这边倒 来 欢迎廖惠英妈妈 大家好 来 我们讲到这边 我们问一下玉峰 说你有位女性的朋友 对 她原本跟老公很好很好很好 什么问题都没有 后来跟婆婆住不到半年 对 她就很天真 好啊 怎么这么棒啊 婆婆要我们回去台北市蛋黄区去住 对 婆婆还可以帮我们照顾哦 这样子 结果不到半年 就离婚了 对 其实我这个朋友 应该大家都常常遇到 就是那种学历很好 国外回来 然后结了婚之后呢 虽然就是经济状况没有非常的好 但是小两口就搬到了台北市 还不错的地方去租房子 可是租房子压力蛮大的 就是那种15平的套房 然后加一个车位一个月就要三万五 然后呢 不过两个还算是浪漫 过了五年之后公共去世了 公共去世之后呢 婆婆就跟儿子讲说 那你不然就是搬回来家里住嘛 对 不然我一个人在家里也孤单啊 也寂寞啊 而且她就讲了一句话 我也不久于人世 你可不可以就是回来照顾我们这样子 好听 媳妇听起来好有重点 不久于人世 而且房子在哪里 听说重点 对 而且房子在哪里 房子在淡黄区 然后就是最大的公园 黄大洲盖的那个大安森林公园 哦 这个听下去就觉得很棒哦 然后呢 媳妇一定要说 妈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们很愿意回来孝顺你 对 就回去回去照顾婆婆嘛 然后呢 婆婆也很好 我把左卧室给你们住 我一个人就住客房 哇 好暖心的婆婆 就觉得很用心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要回去 要准备搬东西的时候 发现什么在 叮叮当当在敲打东西 有师傅 有师工人在那边打墙就对了 后来他们一问啊 这个我这个同事一问 那个师傅就说 你婆婆对你很好哦 他就想说 那个主卧室 怕你们不够大 所以把浴室给填起来 填起来干嘛呢 弄一个更衣间 walk in closet 走进去了更衣间 他就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毕竟家里才三个人嘛 那你外面就有个浴室啊 那你里面 他没有想过这辈子可以 有一个这个更衣室 他就觉得这婆婆真的很上道 然后就回去了 回去其实我们那时候有问他 他就说 你真的要跟婆婆住吗 他就说就这几年 撑下去房子就是我们 撑下去 就这几年 他就觉得 其实他也知道说 跟婆婆住可能 我们会不会得罪到这些婆婆 他也觉得跟婆婆住 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但是想说 你在新闻工作上面 哪天没有摩擦 哪天没有被骂 我就撑下去 就这几年 而且他觉得婆婆也蛮上道的 可是一回去就发现不太对 不上道 对 一回去 就是为什么她 婆婆要把浴室给封起来 因为晚上的时候 夫妻不是会比较恩爱吗 恩爱完之后 先生是不是一定要到外面 去冲洗 那去冲洗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同事说 她还躺在床上 就是还在休息 婆婆就进来了 还好吗 恩爱完 然后婆婆就问还好吗 那她就很慌张吗 因为身上的衣服就是有点 还没有在那个状况之下 然后马上又要进入 面对婆婆的状态 她就觉得要变脸 汗都还来不及 她还在喘气 结果婆婆给她 对她提了一个更可怕的要求 她说你这样子要不要稍微倒立一下 因为她前面五年住在外面 对不对 然后其实没有婆婆 没有公公的压力 但是都没有生出小孩来 所以婆婆请她们回去 并不是说那么好 要给她们继承房子 或是要那么好 就是要帮她们照顾生活起居 帮她带便当什么的 她是希望可以在她有生之年 赶快抱孙子 然后她吓到时候 她就跟她先生讲说 妈妈好奇怪 妈妈这样有道理 妈妈是不是有点失智还是什么样的 然后她先生就很生气 就说我妈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她不是做我们的隐私权了 先生就讲的义愤填膺 可是先生其实她也是双面人 她在老婆面前 她讲我帮你跟我妈妈讲 不应该什么的 但实物上她也没有去跟婆婆讲 所以等于说她每一次恩爱完之后 她每一次恩爱完之后 婆婆都会进来 好 过了三个月之后 婆婆就开始翻脸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之前来跟你拜托 你不愿意 那你这样生不出小孩来 你又来住我们家 就开始指使她 因为有时候值班嘛 值班回去电视台的记者 值班回去已经十一二点了 是 婆婆就等她 我要吃个宵夜 你弄一下 然后呢我到头次就说 好啊 你敢要求我就敢服务啊 Uber Ease叫了就来啊 可是叫了她就不要 她说你可不可以自己亲自煮 然后呢六日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Dyson就放在那个床头 什么意思 就叫她亲力就对 对啊 就叫她亲力啊 把Dyson吸尘器放到床头 对就等她 因为有时候你礼拜五晚上 你可能跟人家去公外面应酬嘛 可能睡比较晚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把她放在床头 那如果说 我那同事就故意假装没看到嘛 老娘我继续睡我的怕什么 你知道她老婆 这个婆婆就去把 开机啊 就这样子弄 可是她 她看着她讲说 所以就是婆婆老娘盯着你了 对 老娘就盯着你 可是弄下去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她老公 她老公虽然嘴巴说得很好听 要去帮她处理 可是都没有 到最后有一天 真的是没有办法 婆婆又冲进来 就是恩爱丸又冲进来 我那同事当场搬领 就说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们是来生小孩的机器嘛 然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老公虽然有再来公司求啊 然后有再来拜托 可是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女孩子 就是切心了 到了一个临界点 断了之后啊 就回不去了 然后就想说 只要有这个婆婆在 这个家永远没有她主事的一天 最后就这样子 前面五年都没问题哦 回去住六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说家里面这些 细细碎碎的事情 真的都影响婚姻对不对 对 你说结婚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不只是你家有事 人家英国皇室也有事好不好 对不对 还有到底是 也不是婆婆讲的 不知道是旁边哪个人讲的说 孩子不知道皮肤会不会很黑 这句话还真的蛮伤人的 对 但现在就要 到底是谁说的 你也要拿出证据 出来 对不对 到底旁边有没有什么恐怖的 大姑 小姑这种 来 另外一个家庭的事情说 有一个婆婆要求媳妇 每个月给一万 这个事情听起来 到底他们家又发生什么事 对 其实这个 而且他本来在工作上面 或是生活上面 他比较 你叫容易生活得比较忧郁 就是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他生活过得不错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需要说 去拿儿女们的钱嘛 那变成说 儿女要给我钱 那我就拿 你不给我钱我也就算了 但是叫他给儿女们 他可能就会比较会去考虑 有一个婆婆要求媳妇 每个月给一万 这个事情听起来 到底他们家又发生什么事情 对 其实这个后面 有很大的一段故事 就是大家看新闻 只知道说有一天 又是公公过世了 公公过世之后呢 婆婆就要求三个子女说 一 二 三 公公都是聪明的 对 总先算了 这么多凡人的事情 你们白行来走 我先到西方极热事件事 公公先走了嘛 公公已经就不管人间的事情了 那婆婆就跟一 二 三 三个子女讲说 一人两万 你们来校养我 那三个子女就想说 看在遗产的份上 两万就两万跟你拼了 可是没有想到 一个人两万 他这样就六万了 这样就六万了 对不对 可是婆婆觉得不够 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 写这文章的是谁 是媳妇 媳妇我算你半价 打五折 一万就好 你也要出一万 媳妇就翻脸了 就上网就爆料了 就说我一个月薪水才三万多 他就有跟他先生讲 他就说 你妈妈是妈妈 我妈妈不是妈妈吗 我一个月的薪水才三万多 做行政助理 我也要给我娘家钱 我一个月就给我娘家一万块 然后家里的费用 是不是也要出 然后没想到 他老公就回答说 你住进我们家 吃我们家的米 用我们家的水 好 用我们家的碟 你付个一万块 你觉得不行吗 离了 这话说的真的太糟糕 对 离了 真的太糟糕 这个真的要离了 对 可是后来 后来继续想后面 为什么这个婆婆 会这么的苛刻 其实我后来发现说 这后面还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公公走的时候 妈妈已经就是很难过 然后很慌了 可是在处理后事的时候 这三个小孩在讲什么事情 他不是在讲说 我们头期怎么做 我们尾期怎么做 我们要去哪里找 电子晚联什么的 大家都在讲遗产的事情 大家就想说 我们这个要怎么分什么的 然后爸爸当初比较 有没有留遗嘱 可能比较喜欢我 那你这个女生你不要分 可是妈妈在心里想说 练在工上 你们怎么我还没有死 你们就想要分家产 然后一去问 什么是特留分 什么是遗产要怎么分的时候 这个儿子又跟他讲说 你听不懂你不要管 那妈妈怎么想 妈妈想说我还活着 你们就在想爸爸的遗产 那我问一下 你们就开始在那边 对我大小声 那会不会是我还没有死 还没往生的时候呢 家庭都被你们分光了 所以这个妈妈 这个婆婆才会想说 那我干脆先下手围墙 确保说 你们每个月有来进贡 那你们表示对我 还有一定的诚意在 一定的尊重在 那我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这种事情 找没人问 就去找周应君老师 什么守面向的人 不会跟子女计较孝亲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认为 孝亲费是应该的 但是其实是不见得 因为现在的子女少 你有时候因为现在的年代 子女在赚钱又很辛苦 那如果说她独立来负担 你可能也会比较辛苦一点 像刚刚那个玉峰讲的 如果说一个人两万块 再加上媳妇一万块 如果三个媳妇 那我她的钱要拿去拿 对 所以说应该讲说不必要 就是说你们不要来 现在人都觉得说 子女不要来拿我的 我就已经熬米豆腐了 所以是这个样子 但是像如果说有些子女 真的很能干 她又很会赚钱 那她要拿给你 那没有问题 不管你有没有钱 那如果就是因为有些人 就是她自己生活也很困顿 所以就没有办法 你一定会跟子女拿 但是如果是拿不到的话 你只能你很怎样 你跟她计较 那到时候大家的那个什么感情 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就本来是子女跟父母之间的 就跟父母 到后来就变成好像是冤家 就变成没办法 因为你一直要拿她的钱 她又赚不够 但是不见得会有 但是有些人 她本身就很会赚钱 很会理财 她本来就有钱 那当然根本就不需要 跟儿女们去拿 只要她不来跟你拿 当然就变成是好的 像有像这样子的人 通常就是说 她是乐观开栏 福泽满满 她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她这个硬糖会比较开阔 这个额头会比较开阔 硬糖会比较饱满一点 像这种人 她本身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情商 智商 各方面都会非常好 她也知道怎么样去做 而且她本来在工作上面 或是生活上面 她比较容易 生活得比较忧郁 就是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她生活过得不错 所以说她根本就不需要说 去拿儿女们的钱 那变成说儿女要给我钱 那我就拿 你不给我钱我也就算了 但是叫她给儿女们 她可能就会比较会去考虑 她不会真正的给儿女什么钱 所以她是不会跟儿女计较 所谓的孝亲会 好 再来就是 如果说你的 这个就是财应万圣 她会很体贴儿女 这个就是 鼻梁挺直 鼻翼丰厚 这种人本来就很会赚钱 本来对于钱 他其实都不会在意的 年纪大了有时候 哑儿子的收入那吓死人了 那是比真儿子还要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他本来就一个月的收入 就很多了 还有一些利息收入什么收入 就一大堆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 儿女一个月 一万两万 这对他没有用的 所以这种人 他反而会体贴儿子 儿女们他会说 以后到底要多少给你 所以他其实也真的不会 跟儿女们去计较 这所谓的孝亲会 再来一种就是 他善于积蓄 而老来无忧 这种人就是 本来他就是 对儿女们本来就很好 而且他本来的老孕 一定会相当的不错 这个叫下二方圆 有肉又饱满 男重天革 男重天靡 女重地革 所以说如果女生这里 这里很不错的话 他其实有时候 他在年轻的时候 对下属也很好 对子女们也会很好 所以他的子女 应该也比较优秀一点 所以说不管子女给不给 他就其实不会计较 因为他本身都有 所以这个雅儿子一定会很多 雅儿子就是黄币禅 他也可能会帮他们自己做一个 就是一个叫存责 你们拿了就在这里以后 你们自己再拿回去 所以他根本不会跟子女们去计较 所谓的孝亲会 那讲到这个婆婆 大家都要注意 因为时代也真的有点不一样 不是像你们当媳妇那个年代了 现在媳妇很凶的 现在媳妇很白目 很白目 也没有在怕的对不对 也没有在怕的 我们先问一下廖老师说 有一位婆婆对媳妇过于严苛 结果媳妇就无法忍受 她那个媳妇是长媳妇 而且她下面是三个妹妹 所以那个也是独子 也是长子 有三个妹妹 怪兽小姑就对了 对了 独孤 独孤 那么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人 因为一个是男帅女秀 秀不是漂亮 而是秀气这样子 那么那个女孩子大概有点 有点公主病 她们认识以后就是说 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比较 她是老大 结果她是三个姐妹里面 最晚结婚的 已经三十岁了 结果她碰到这个男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看到天菜一样 然后上个月就要结婚了 上个月就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媳妇我也不晓得 她们家里怎样 写了一张清单 说她们的订婚条件是什么 虽然说没有给 没有要很多的拼金 没有要很多的什么 但是咪咪咪咪咪很多人 这婆婆真的很生气 你是下什么帖子 给我 我要照办是 一看 我们讲 有时候真的是少一根筋 你知道她们有时候 比较在意自己 她们比较会在自己的世界 对不对 我今天心情很好 我看到婆婆我就跟你讲 婆婆 我跟你讲 这个我最近有什么好事发生了 你的这个孙子最近怎么样 她也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那至少她们有时候很有自信 容易比较想得比较乐观 所以她们在互动的时候 比较会带着微笑的 上个月就要结婚了 上个月就要结婚的时候 写了一张清单 说她们的订婚条件是什么 虽然说没有要很多的拼金 没有要很多的什么 但是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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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沒多少錢 就是比較囉嗦一點 我們就照他的意思好 然後中午那樣就 親家才相見 所以... 然後來的時候 對... 那個姑子就在講 大姑子就說 長得還滿秀氣的 那個五官都很秀氣 他媽媽說親民 沒人見 如果說到這種 要問周映君老師 婆婆第一次見到媳婦的時候 大姑說 不錯啊 長得滿漂亮 結果未來婆婆說親民 這有什麼意思 親民的意思就是 沒有笑臉 對 就是臉長長臭臭的 應該講說這個嘴巴都往下 對 就是一天到晚 不就是不當一回事 叫親民 不能照顧 才不會照顧 對 我就沒人圓 你知道嗎 沒有一根熱臉 很年紀輕輕 就法令文這樣 然後那個婆婆說的話更好玩 這這麼散 散又沒辦法 醫療還不會死 所以婆婆有很多懷疑 我才獨子 所以當然要先講一講 但是當然是後面講 這不是在桌上講的吧 當然不是 還好 後面講的 後面講 但是好像也會傳到他兒裡 不曉得是怎樣 怎麼言之就是這樣子 然後兒子要 那就結了 這個女孩子很厲害 她看到她先生的公司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套房 她先生都睡在那裡 因為先生也覺得 中車勞頓 她自己的公司有時候坐到很晚 那太太就 靈機一動就說 你們家那個新房那麼小 而且你有三個妹妹 我覺得 公司上洗手間就會要排隊 不如我們就 新房就設在這裡 又這麼大你就都扁扁 帳戶也是一個白目就對了 就說OK 住了之後也沒有跟媽媽講 然後最後才跟媽媽通知說 你那不用把我送房 我們要住公司 媽媽就覺得 你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我只是被通知做什麼 這樣子 好 上班以後 你知道最重要是 有兩個小姑在裡面上班 小姑也在哥哥的公司上班 對... 因為那個 媳婦就發覺說 到月底的時候 那小姑就去跟哥哥講說 一萬五 她想說 她已經領過薪水 為什麼還來跟我要一萬五 要來跟我先生要一萬五 她就走過去 然後 她先生就跟她講說 當時創業的時候 媽媽有投資 但是媽投資以後就 家用比較缺 所以我們有協議 我一個月給她一萬五 一萬五不多 對不對 一萬五哪裡有多對不對 然後 她站在那邊也不走 她就一直看 她先生數錢 有沒有多數一張兩張 多偷偷給妹妹 是個媳婦喔 對 然後臉又臭到半死 然後那個小姑拿到錢 就很不高興 回去就跟媽媽講 媽媽就更氣 送東西說 好 她現在是在表我 打個面上 我拿錢還要看她的面色 最重要的是那個 這個媳婦也是很小氣 又白目 有一天她看到媳婦穿了一件 她去公司找 就逛街 順便逛到她兒子的公司去 婆婆 對 婆婆 然後就看到 媳婦穿著一件西裝 然後裡面穿著一些 粉色的內大衣 那時候不是流行內大衣嗎 她說你真的還不錯 你如果把媳婦說 媽媽這也會穿的對不對 這有伸縮性 不是 等到婆婆問說 這一件多少 說兩百塊而已 其實應該有少講 那婆婆就說 他幾色 他說有六色 婆婆說你一色給我買一件 兩件 兩件也才千里而已對不對 然後婆婆走以後 她就在那邊念說 你媽又沒有上班 為什麼一定要 那個內大衣買到六件呢 六件要怎麼搭 這個媳婦在跟她老公搭 不是 跟她 就是反正小姑有聽到 這個話就對了 然後小姑就很生氣 那個小的小姑就很生氣說 你一件兩百塊 兩件不過一千 六件不過一千二 你到底那麼小氣什麼 就當眾衝她 所以她也很不爽 回去跟婆婆講 婆婆更不爽 媳婦不不理 對嘛 應該要 人家已經開口了 你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一萬二 你送她會死對不對 就是三千 兩千 真的 也應該的 這句話也太直接 你送她會死 對不對 這是婆婆的意思 然後生小孩 終於生小孩了 然後生男生 所以她覺得她非常有功勞 你們這個家庭 反正只有一個男生 所以我一胎一舉得難 你婆婆最少要來 對我家講一下 結果婆婆去的時候 她知道是生男生 看 那當年再看 אנong 男生是男生的 這 durante雙手 她就怎麼想跟呆拼 這個 因為沈浴裤是像她媽媽 骨頭很細 那個女孩子沈浴裤 就很好看嘛對不對 不像我們 Ona出骨頭的 後來帳戶的工作 公司有一點周轉不靈 那就是有些票 他代借的 嫂嫂代借的 就是那個媳婦代借的 媳婦代借的 所以就是說 他哥說要召集一個 就是延票的小小的會議 把那個債券員找來 他說他媽媽已經抵押房子了 所以那個錢馬上就出來了 所以只是延一兩個禮拜 這樣子而已 結果他就把他所有的 真的在乎 真的在全人還是假的 有真有假 大概有的是他自己的失望錢 叫另外哪一個人 多講一點這樣子 你說這個媳婦 對 那裡面還有新聞記者 所以當場就羞辱先生說 說你就是說不會... 怎麼講呢 不會省錢 然後就是說 一開始就像一個大戶一樣 一直找著晚餐 就帶著去吃什麼餐廳什麼的 就一直罵他丈夫 然後再當場仙嵐說 本來有多少粉筋 為什麼一下子就用光了 所以這個媳婦就... 就讓那個婆婆覺得說很... 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處理一下 所以後來就有離婚 處理一下 那個小孩不到兩歲就離婚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命理題 Amanda老師 什麼星座的女人 很得婆家的疼愛 不會像剛剛故事中這一個 對 這一題其實是有一點難的 我們要這樣講 因為所有的我們講 人跟人的互動都是一種什麼 就是一種我們剛講互動嘛 比方說同樣一個星座的女生好了 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遇到不同的男生對不對 其實我們整個表現都會有所不同 更何況我們這一題是婆家 涉及到的人更多 確實這個複雜性是比較增加的 那麼今天呢 我們還是先從女生當中的 這個星盤當中的太陽月亮 跟上升星座這三個部分 來看一看呢 有哪些正面特質發揮的時候 我們比較能夠有機會得到婆家的疼愛 首先第三名 如果太陽月亮上升有落在 雙子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講 非常善於察言觀色 好 我們講你去觀察這種 雙子座特質強的人 其實他們基本上很能夠見人說人話 對不對 那這種一個前提是 他們是看到不同的人 會知道對方想要聽什麼 看到不同的人會知道 對方我們今天該怎麼互動 所以你放在這種婆媳關係上面 雙子座特質強的人 通常比方說我們可能真的跟婆婆 或婆家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今天我看到我婆婆 她這個今天心情非常喜悅的樣子 可能這種媳婦有一些 平常不敢講的話 或是適度想要婆婆調整的方向 她就會講出來了 加上雙子座特別是上升雙子的人 我們很有機會遇到那種 對我們很包容的婆家 那你是想 有些星座的女生 她們這種 比方說婆婆對我們好一點 她們就會變成有點白目 婆婆可能說 媳婦你平常上班太辛苦了 週末就不要太早起了 那確實有的星座的女生就會 好 你叫我不要早起 那我就睡到自然醒好了 但雙子座我們講 她們就是一種變動星座 調節特質非常強 所以她們會知道說 雖然婆婆很疼我 但是我要知道適可而止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互動 會是比較容易得到 婆婆的疼愛的 第二名呢 如果我們有 然後她不只要洗自己家裡的碗 她說因為她們的口味是比較重 她們都用豬油去煮 所以那些鍋碗瓢本 裡面都是滿滿的豬油 你光弄完自己家了 公公婆婆的還不行喔 你要去幫小姑 就是寫信的那個 小姑家去清洗 這也就算了 她先生應該講前夫啦 那時候還沒離婚嘛 先生騎摩托車聲音回來的時候 她小姑跟她婆婆 就趕快把她拉去客廳叫她坐好 為什麼呢 等到她先生進來 她就趕快拿一個蘋果銷好 就說 琪琪妳趕快吃啊 大嫂大嫂快吃蘋果 好 確實我們俗話講 身手不打 笑臉人嘛 有的星座的女生 像剛才廖老師講的 就是一看到就那種 慶明是不是 你看到她 阿哥不漂亮 對 她其實也沒有心裡不開心 但她就是冷著一張臉 好 那有時候親戚走理有沒有 看到這種臉就會覺得說 怎麼樣 來到我們家是有多委屈嗎 來到我們家是有多不開心嗎 對 會有一種 那這種小話又傳到媳婦的耳朵裡 聽起來會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對不對 那可是獅子座的女生 我們講有時候真的是少一根筋 你知道她們有時候比較在意自己 她們比較會在自己的世界 對不對 我今天心情很好 我看到婆婆我就跟你講 婆婆 我跟你講啊 這個我最近有什麼好事發生了 你的這個孫子最近怎麼樣 她也不太在意別人怎麼說 那至少她們有時候很有自信 容易比較想得比較樂觀 所以她們在互動的時候 比較會帶著微笑的 或是總是覺得好像很有活力 那這樣子其實相處起來的時候呢 通常婆家也會覺得 看到這個媳婦好像一互動 就覺得很歡樂 好 媳婦來我們家裡 就覺得整個氣氛都不一樣 自然而然也會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一個改善 一個循環了 第一名呢 如果我們有這個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 我們說呢 會懂得理數 而且會應對得一 我們先這樣講 其實她對婆家的人 不管喜不喜歡 但是該有的禮數她不會少 就像我們最近很流行的一個 這個名詞叫做端水大師 不知道大家觀眾朋友 應該會看到 什麼叫端水大師 因為去年有一個節目叫做這個 《乘風破浪的姐姐》 好 那她那個男主持人 黃曉明她就是這個端水大師的 一個代表 她在節目要播出之前 她就在公開的這種 我們說這個網路上 她就發祝福語 給三十個參加的來賓 三十位姐姐來參加 那她可能跟某些人 感情比較好 比方說她可能跟這個 惠子律師比較好 她可能特別想祝福惠子律師 但她不會 她覺得這樣子很沒禮貌 或者說很容易失禮 她就每一個人 她都發一個祝福語 很像你端著一盆水 你都沒有傾斜 你讓人家掏不出毛病 端水大師就是她不會灑 對 她不會灑 水端得很平 很公平的意思 好 那所以摩羯座特質強的 就很像是這種端水大師 有沒有 是 對 他們就是說 跟親戚走禮的互動 逢年過節 該送的禮 不管對方怎麼說 不要那麼客氣 你都來到我們家 是自己一家人了 不要再送我這些東西了 但摩羯座會覺得說 不行 我還是表達我的心意 她還是要送上她該送的這種 禮節上的一個關懷 那你知道這樣的一個互動 而且她對於什麼樣的親戚 該有什麼樣分寸的一個尺度拿捏 其實是很擅長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很容易得到婆家的疼愛 來... 另外這邊問一下玉鳳 是 這個...這個新聞 說有一個女生很可憐 她遭到婆婆的霸凌 後來她帶孩子離家了很多年之後 還沒有平復她的心情 她竟然就收到了 叫她拋棄繼承的信 對 她已經離開夫家 已經離婚二十年了 結果有一天她回家的時候 兒子拿一張單子給她 離婚二十年 已經二十年了 我不知道怎麼又找到了 就是有一個獨姑 就是她的姑姑 以前已經摳走她了 小姑 對 小姑 竟然給...趁她不在的時候 遞了一張紙給她兒子 讓她兒子看不太懂 什麼叫拋棄繼承 就問媽媽這是什麼東西 她看到之後 她就知道自己要崩潰了 自己躲回車上去哭 不敢在小孩子面前哭 那上面寫什麼 寫說要跟你講個不好的消息 因為信是給她兒子的 就是爺爺已經在一月的時候死掉了 死在新竹 然後怎樣怎樣 不過重點 不是說叫她回去奔校或什麼 她說已經出病了 沒有你的事 但是要請你幫忙一件事情 去拋棄繼承 然後這個媽媽就很難過 就上網去爆料 然後她就說這二十年來 她在他們家是過什麼樣的日子 當初嫁進去的時候 其實她這個夫家是在山區 是在山區色產 對 所以非常的辛苦 種田 對 種田 而且在山區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做不好的話不能休假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事情沒有做好 你六日不能夠回娘家 然後你不能跟朋友約出去 就等於就是把你當成一個工人 再看待一個長工就看 對 然後她不只要洗自己家裡的碗 她說因為他們的口味是比較重 他們都用豬油去煮 所以那些鍋碗瓢本 裡面都是滿滿的豬油 你光弄完自己家了 公公婆婆的還不行 你要去幫小姑 就是寫信的那個 小姑家去清洗 這也就算了 她弄一弄已經眼淚快掉下來了的時候 她只要聽到門口 她先生應該講前夫啦 那時候還沒離婚嘛 先生騎摩托車聲音回來的時候 她小姑跟她婆婆就趕快把她拉去客廳 叫她坐好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等到她先生進來 她就趕快拿一個蘋果削好 然後說 琪琪你趕快吃啊 大嫂大嫂快吃蘋果 對 趕快吃啊 這個我們家都捨不得吃 你從都市來我們家 你趕快吃啊 她就覺得說 太兩面了吧 就是兩面人啊 那兒子看在眼裡會怎麼想 我媽媽對我的太太真的很不錯 可是她事實上卻是被虐待了 她忍到最後呢 為什麼日子會越來越難過 因為生不出小孩來 又是這個生孩子 他們就是要一個男生 因為她先生是獨子 那這個小姐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到台北來做健康檢查 但是這個婆婆就講了一句話 她就說你知道嗎 她以前女朋友住我們家的時候 我們還帶她去打過小孩 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她以前是可以的嘛 以前就可以 然後還把這拿出來講 還把小孩真的事情拿出來講 那我兒子以前可以 那現在不可以 A可以 B不可以 那表示你就是B 就是你的問題啊 對啊 可是後來真的沒辦法 後來真的回台北去檢查的時候 發現是兒子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她抽菸又酗酒 那後來呢 經過調養身體 戒菸戒酒的時候 好不容易懷上了 然後就想說那我懷上了 我是不是開始要 身份地位要不一樣了 因為你獨子嘛 那如果我就幫你生一個小孩 終於可以喘一口氣了 對 終於可以喘一口氣了 但是沒有 因為她超音波 不像現在有三滴四滴 可以看出來是男生女生 波波就跟你講一句話 為什麼前面那個要拿掉小孩 因為懷女的 我這樣講你也聽得懂了吧 後來就在心理壓力之下 每天就是波波在一個疲勞轟炸 還跟她講說 你知道嗎 如果你生不出男生的話 那可能是你上輩子福報不夠 做得不夠好 等於就是一直給她壓力就對了 話越講越難聽 好不容易到六月七月之後 曹英波照得比較清楚了嘛 看到了那個致命的 重要的那一根了 可以了 那可以去 可以去馬上身份地位就不一樣了 就可以到醫院去安胎了 然後七月就可以去 然後慢慢的休養了 然後她就想說 我的好日子終於要來了 沒有想到就是公公跟兒子 去看完她之後呢 去外面抽根菸 那婆婆就留下來跟她講一句話 她說琪琪啊 那你以後啊 生完孩子之後呢 我們家是沒有辦法讓你去 在醫院這邊坐月子喔 那你要不要在我們家坐月子 那這個琪琪 這個女生就想說 那能不能我要回婆家嗎 我要回娘家嗎 那婆婆就跟她講說 你要在我們家坐月子也沒關係 但你要再給我三萬塊 她說三萬塊要幹嘛 因為我要幫你坐月子嘛 你不起外面的月嫂 我就是你的月嫂 我是長輩 我給你收三萬塊算公本費嘛 她也跟她講說 你這個不要跟你先生講喔 你不要碎嘴喔 這個是我們女人之間的秘密 等於就是這樣 去還要洗她的錢 然後呢她就 聽到這邊做媳婦的 你應該要有自覺 在婆婆的面前 我要離婚 我要 會打壞耶 這個可能沒辦法 你要三萬是不是 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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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選篤林格 但是她那時候其實有跟她講說 其實你每個月 我在你們家工作 我也沒有知心 那我已經嫁進來這麼多年了 我的那些 熬刀署給我的那些私房錢 早就用完了 我那有錢再給你三萬 然後婆婆就開始對她很不諒解 雖然有幫她坐月子 可是也就是一直 對 她也沒錢啊 對 也冷凤 然後到最後她真的沒辦法 這小孩子稍微大一點點 其實兩三歲 她就離婚了回到都市 但沒有想到 這個姑姑還不放過她 就是到最後等到公公走了之後 盼她回來生家產 就遞這個信給她 不過網友都有鼓勵她 不要理會這個獨孤 現在馬上回去爭 是啦 對不對 是滿肚子的委屈喔 當然是哭一哭之後 這種事情真的要找惠子律師 對 你哭完 你哭完之後 所有的恩怨情仇 對不對 我幹嘛要拋棄繼承 問惠子律師 可以不會被放棄 夫妻就算離婚子女 是否仍然有繼承 夫家遺產的權利 婆婆就跟她講 你炒菜太大聲了 什麼 炒鍋子的聲音太大聲了 會怎麼樣 她說這樣子聽起來 就很比我福氣 可是婆婆都不會跟你講 難聽的話 以前的人都說這個叫 對 對 問惠子律師 可以不會被放棄 夫妻就算離婚子女 是否仍然有繼承 夫家遺產的權利 對 其實不管有沒有離婚 不管孩子跟誰姓 只要你的孩子身分證背後 寫的父親來是誰 她對那個人就有繼承權 但是有時候可能會產生一些誤會 像之前也有類似這樣的案例 其實也是小姑發給大嫂 就是說 你們要記得去拋棄繼承 那大嫂就非常生氣 為什麼要拋棄繼承 那實際是 為什麼要拋棄繼承 因為這個大嫂的先生 就是她的 她們不是因為離婚 她們是因為先生比較早過世 那先生比較早過世 她就已經離開家裡了 那離開家裡之後 就等於沒有跟夫家 離婚可能本來跟夫家就不好 後來就是一樣 是公公死掉之後 小姑叫她要拋棄繼承 這大嫂非常生氣 你叫我拋棄繼承 我就硬不是拋棄繼承 怎麼樣 最後真到了 真到了就是 那個負債 因為她沒有寫清楚 所以要先打聽清楚 是 所以其實你要了解 像因為 我們不可以都這樣子誤會 小姑好不好 你明明是正面的 天底下也有善良的小姑 好嗎 因為他們在辦理 拋棄繼承的時候 其實就規定說 你要發給你順位 不同順位的人 如果你拋棄繼承 那個人會因為這個原因 而繼承到你的財產的時候 他們要發通知給你 那因為感情不好 我也不想告訴你什麼 我只告訴你 你就會拋棄繼承 所以記得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 法律上面有人強制 可以強迫你拋棄繼承 那即使你已經離婚了 或者是你先是已經死了 那你都有代位 那孩子都有代位繼承的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 當一個人死亡的時候 你要不要繼承這件事情 你就拿著你的 如果你是小 你的孩子 已經成年的孩子 會不會成年的孩子 你都可以代替他 到國稅局去查一下 死亡的那個人 到底留下的是財產 還是負債 那你再決定 你要拋棄繼承 還是不拋棄繼承 真的要理性 不要這二十幾年恩怨勤仇 我就要回去爭 一路爭 一路爭 就爭到一路 對 原繼承都是爭面的 是 很多人就是這樣想 你叫我拋棄繼承 一定是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才叫我拋棄繼承 是有時候是一個 法律的規定而已 另外其實 惠子律師這邊 碰到很多的案例 所以有一位婆婆 總是帶給媳婦很多的壓力 讓媳婦苦不堪言的 就婆媳之間 好像是一個百年大戰 一直都沒有辦法平息 那我後來 綜合自己這麼多案子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三個人都要學習 第一個是 兒子要學習獨立 第二個是 婆婆要學習放手 第三個就是我們講 媳婦要學習嘴巴甜 我覺得這三個都很重要 他其實是 婆婆是家裡的福星 說實話 他們從小到大 就靠著這個婆婆打點家裡 家裡有什麼大小 事情婆婆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這兒子當然就習慣了 所以他們在結婚前 婆婆就在幫他們 他其實婆婆住台中 那婆婆就幫他們 在結婚前就幫他們買 在台北買了房子裝潢 買房子 所有的錢都付好了 的確都規劃 媳婦是不是覺得很開心 那婆婆住台中 婆婆也講了 我不跟你們同住 我就住台中 那媳婦也覺得這婆婆很好 那婆婆有事沒事 就是不會經常來打擾他們 一直到什麼時候發生問題 就是我們講生小孩 其實他們都很順遂 這個媳婦就生了一個兒子 那剛生完 那媳婦也要在上班 媳婦就 婆婆也很好 婆婆就說我來幫你做月子 不用錢的 不用付三萬 不用三萬的 這個比較好 婆婆就來幫她做一件 而且婆婆很好 婆婆就叫了月子中心 送月子餐來 所以不是婆婆自己煮 婆婆偶爾給她 添一點東西 可是你知道這個婆婆在 因為過去她在家裡面 就是老大 她也沒有態度不好 只是她喜歡用 她自己的方式做事情 譬如廚房的鍋碗瓢盆 怎麼擺 她全部把它翻盤了 翻成她順手的方式 然後家裡衣服要怎麼折 婆婆有自己的折法 所以她幫媳婦把所有的 櫃子的衣服重新折過 然後孩子要取名字 對不對 婆婆就幫他們算了 而且算了三家 就說你看這麼多名字 你們去選哪一個 那譬如媳婦就說這個 這個好像比較不好 我明天再去問問看 所以最後還是婆婆自己決定 我要選哪一個名字 然後再下來就是 當媳婦可以開始做事情的時候 開始可以做家事的時候 婆婆就跟她講 妳炒菜太大聲了 炒鍋子的聲音太大聲了 會怎麼樣 她說這樣子聽起來 就很沒有福氣 也就是說這個婆婆 其實她都沒有用 不好的語言 修理人家 她在金錢上也很大方 但是這個婆婆就是 把所有的事情 都要用她自己的方式 譬如說小孩子 什麼時間要洗澡 小孩子要用什麼方式餵奶 左邊的奶要餵幾分鐘 右邊的奶 通是要聽婆婆的話 可是婆婆都不會 跟你講難聽的話 好 最後他們是在幹嘛 最後先生也這樣 菜太當然會覺得 她壓力很大 覺得媽到底要跟我們住多久 那她先生跟她講說 就兩個月 就滿月之後 婆婆就回去了 媳婦就想 那我就忍著嗎 兩個月能不能 一定可以忍 那兩個月之後 他們其實本來 夫妻就講好 因為兩個人在台北工作 所以希望孩子在台北 留給保母照顧 這個奶奶抱著孫子 抱著抱著就捨不得了 她就跟她講 我留下來好了 然後不然就跟她講說 那不然你們不讓我留下來 總是誰 保母怎麼會比我好 我自己的奶奶自己照顧 不然我帶回去台中照顧好了 這其實三面都很為難囉 所以這個媳婦就跟先生講 就說 我沒有要你選擇 但是這件事情會造成 我們婚姻很大的危機 因為只要你媽媽留下來 我們不用多久 我們就一定會離婚 因為我每天都不開心嘛 我不是說你媽媽不好 但是我們生活方式差很多 然後這個跟兒子講說 所以你必須去處理這件事情 讓你媽媽放手 我覺得這個兒子就很不錯 這個兒子就去跟媽媽講 就告訴他 我們有我們的規劃 不是由媳婦去講 所以當你兒子去講的時候 其實事情就比較好辦 是 所以兒子就跟媽媽講 然後這個媳婦也不錯 兒子去講的時候 他就跟媽媽嘴甜 他說媽媽妳不用擔心 我每個禮拜都抱回去給妳看 或者是你假日都可以回來看 那個小寶寶 然後我每天都拍視訊給妳看 所以妳不用擔心寶寶不好 但是因為我們希望他留在台北 我希望可以每天都看到他 那你把爸爸一個人丟在台中 爸爸也很可憐 所以媳婦嘴甜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三營 所以雖然在那個兩個月 其實婆媳是大戰的 如果你放任他大戰之後 這個就會像剛剛講的 大概半年就離婚了 可是我覺得三個人都成熟 所以最後其實這個到現在 他們已經生了第四個小孩 生四個 好棒喔 所以當時他們做了 這樣的一個諮商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所以真的有話好好講 有商有良 但是我剛剛聽到一個重點 既然我們是迷你節目 一定要問周映君老師 婆婆為什麼說 媳婦吵菜太大聲 女人會沒有福氣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以前的人都說這個叫破家 對... 那因為什麼 有時候你講話太大聲 女人講話太大聲 他也會覺得說是破家 那炒菜就叩叩叩 好像鍋子叩 都是聲音很大 就ㄎ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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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ˋ 這樣子也叫破家 還有撒尿太大聲 都是破家 可是老是見過 不管什麼時代 見過這麼多的人生來算命 真的比較粗之大業 輕輕輕輕 或者是什麼什麼 太大聲什麼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沒有福氣 沒有 不會 這是以前 為什麼以前是那個大家庭 大家庭夜 所以就是變成說 你家在炒菜的時候 隔壁的或是那個 那個冬菜 就不是我們這一炷 這條的冬菜 他就會過來看 就會知道 要看你們家煮得好不好 吃好吃不好 以前說吃好吃不好 沒人知道 就好壞我們自己知道 那就是說好壞 我們端出台面的都是好的 所以就變成這個家庭 他就會比較溫馨比較好 但是你在炒菜的時候 很大聲那別人就是那個 不同調就是說 叔叔的媳婦什麼 他們就會來看看 你們家吃什麼 煮什麼 那就會很多話出去 所以才叫破家 那現在不是 根本就是自己在家裡自己 我要怎麼煮 怎麼做 怎麼剁雞 剁得很大聲 都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 這個叫破家的事情 我這樣了解 來 玉佩老師 什麼姓名筆劃的人 絕對不會放棄自己的權益 想尿多大聲就尿多大聲 你們祖母就要送命 我們要看的是人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把你名字的 人格總格拿出來看一看 你是不是那種 不會放棄自己權益的人 像玉峰來講 他的人格總格分別是21對到了39 那惠子律師是29對到32 那廖老師是29對到40 那我們就來看第一個組合 他不會放棄自己的權益是 不占便宜 但是他也絕不吃虧 人格總格如果分別出現 15 20 23 29 這是律師跟廖老師都有 35 38 41跟52的人 其實這些筆劃的朋友他們在自己的權益上面有自己的一套原則 尤其是在錢上面 即使是跟自己的家人 他也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不喜歡有灰色地帶 當有灰色地帶的時候就是爭執的開始 但是說到這個絕不吃虧這四個字 不是說他們小氣 其實這些筆劃的朋友他們為人處事 是還真的是很懂得人情世故的 該請客的時候他不會小氣 該大方的時候他也不會手軟 只是說他的大方要出自於自己心甘情願 他很不喜歡那種被A的感覺 他的原則就是我不會占別人的便宜 但是我也絕對不吃悶虧 但是不知道的人會覺得他們平常好像很斤斤計較 什麼事情都算得很清楚 其實他不是這樣他只是在維護自己的權益 他認為我今天就算是要讓利給你 我也要跟你說清楚講明白 你今天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我吃虧我一定要吃在民處 他不喜歡吃悶虧 他覺得吃悶虧會讓自己很受傷 他很不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想要A這些筆劃的人 你最好是要很有技巧 你不要被他看破手腳 一旦看破了也許愛與其面 他不會明說 但是在他心裡就把你列為拒絕往來戶了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這個叫做不再被人假告告 這個大嫂沒生男的生了一個女的 大家都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他婆婆不是生了兩個兒子嗎 然後他又生了兩個兒子 所以他們家都沒有過女生 所以你知道公公婆婆 非常疼這個小生女 自己先哭 然後後來開始跟熊山抱怨 然後後來吃憂鬱症的藥 然後回娘家 沒有人可以幫她釋懷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這個叫做不再被人假告告 人格總格如果分別出現 十一 十六 二十一 這是遇封的 二十四 三十 三十七 四十七跟五十五的人 講到有這個在 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筆劃的人 他曾經或是經常被人假告告 尤其是在錢上面 他們往往會礙於面子 不好意思拒絕 不好意思爭取 不好意思去要求 所以好像就很容易被別人當作是盤子 盤啊 盤啊 對 對 對 問題是他們犧牲了自己的權益之後 並沒有因為這樣的犧牲 給自己帶來一些機會或是一些好處 那久了久了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吃的軟柿子 我舉例來講 跟這些筆劃的朋友去吃飯 如果時間沒有講好 今天誰付錢 慘了 大部分都是他買單 因為他很不喜歡吃完了 坐在那邊 等誰在付章 他覺得那是很尷尬的感覺 所以他就跳出來 乾脆我買單好了 還有一個 這個在辦公室經常發生的 就是比如說他們要出去買咖啡好了 就是說我要買咖啡 誰要順便帶 結果有人幫我帶一杯 幫我帶早餐 可是偏偏就有些人 你幫他買回來之後 他說謝謝我等一下再給你錢 這個等一下可能等好幾個月 他就忘掉了 但是你說咖啡也好 或是一個三明治也好 它其實是幾十塊錢的事情 他們為了這幾十塊錢去要錢 他開不了口 對 還有一個就是跟他們借錢 這個有本事借 它是沒本事討債的 借的錢雖然是不多 可是那幾少也很沉多 所以慢慢慢慢他們也就忍下來了 不過還好這些筆劃的朋友 他還滿受教的 久而久之 他也會覺得自己這樣做實在是不對的 所以他就開始懂得要爭取 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了 該爭的時候就爭 他覺得自己犯不著流血灌溉去滋養別人 所以有時候去吃飯的時候 該AA制的時候 他就再也不會說 這是小錢 今天我請客 他就不會講這種話了 那明明是屬於自己的機會 也不會就這樣平白無故讓給別人 在辦公室當中有的時候 同事之間會說 這個事情你來幫我做一下 不好意思拒絕 爛好人 他現在他也懂得該拒絕了 所以到後面有的人會覺得 他好像變了 變得很小氣 他其實不是小氣 他是懂得要維護自己的權益 他學聰明了 所以這兩個組合對到的人 恭喜你是爭取自己權益的人 就給大家做參考 今天是婆媳大戰 我們來問一下律師 惠子律師 所以有個案例 我們講說這個兩家人 婚姻結合在一起 不見得一定是婆婆的問題 有些婆婆人很好 但是是有一些親戚很恐怖 說原本關係 夫妻關係不錯 但因為親戚的關係 就越來越糟 有時候很為難 我這個是一個軸禮 其實常軸禮會發生一些衝突 但是我覺得一樣 這對我也不知道誰對誰錯 我覺得各有委屈 那是怎樣 這個地媳他比較早嫁進去 地媳比較早進門 那因為先生比較會 那個大伯比較會念書 所以大伯就很晚之後才結婚 那這個地媳他結了婚之後 他就連生了兩個兒子 那他婆婆也只生兩個兒子 他就連生了兩個兒子 那當然婆婆對他很好 婆婆他就沒有工作 就在家裡 然後就照顧公公婆婆 然後就在鄉下 他們就在鄉下工作 鄉下生活 然後該拜的拜 該招呼公公婆婆 招呼公公婆婆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照老規矩 老師 弟媳先嫁進來 還先生兩個孩子 大伯還沒結婚 對 他生兩個男的 那他這個算長孫嗎 不是 叫頂孫 定下來的定 叫頂孫 長孫永遠是長子的第一個兒子 是 他這個叫頂孫 不是長孫 是喔 你不用想起 他命沒有那麼不好 大伯後來結婚了 大伯娶的老婆很能幹 在台北市工作 所以呢 我剛剛就講 這個媳婦就完全符合嘴巴甜 他偶爾才回去鄉下一次 那回去鄉下這個大嫂 也很有禮數 就大概是這些星座的 就是 該回去的時候 該帶給每一個人的禮物 他都會帶 帶給他弟媳 帶給公公婆婆 那你知道嗎 久久回來的時候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是這樣 每天都在一起的時候 你不會珍惜 對 那像這個大嫂 偶爾回來做得很好的時候 婆婆就說 你會跟別人 鄰居就講說 我們的媳婦 儘管如果回來了的時候 都會買東西送大家 甚至這個大嫂呢 也很會做人 連左鄰右舍 因為左鄰右舍都是他們的 叔叔伯伯們 對 遠親 她也會在 或者是什麼 對 也會送一點禮物過去 鋼節徵討 然後你知道嗎 更慘的是這樣 因為我不曉得應該講慘 還是不慘 就是說 這個大嫂沒生男的 生了一個女的 大家都疼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她婆婆不是生了兩個兒子嗎 然後她又生了兩個兒子 所以他們家都沒有過女生 所以你知道公公婆婆 非常疼這個小孫女 因為是對一個孫女 更糟糕的是 她先生也很疼這個小 就是應該叫小子女 還小外甥 她也非常疼 你知道其實沒有 這叫糟糕嗎 沒有誰對誰錯 但是你換角度去想 換想這個弟媳 她就覺得 我每天做事做得這麼辛苦 我每天照顧公公婆婆 我替你們家生了兩個孫子 沒有一個人稱讚過我 然後連她的兒子 她最後都覺得 連我的兒子都背叛 為什麼 因為她兒子比較大 她看到那個小妹妹 就好愛那個小妹妹 所以她就覺得 我的地位在家裡 已經不如大嫂 然後我的孩子的地位 應該是算大的 因為我生的是兩個兒子 在這個傳統的春桃來面 應該是要 男生 太旁盜 對 結果你們大家都去疼 那個小孫女 然後她就是每次 只要大嫂不回來 她跟那些人都沒事 可是大嫂一回來 這先生就要很 就要隨時去關切 太太的想法 然後這個我剛剛講 這個先生連多摸 那個小女生幾次 她太太都會生氣 她會覺得 沒有人疼我 沒有人愛我 然後每次只要 更嚴重的是講 她大嫂是個基督徒 所以他們家的拜拜 所有的事情 都是這個地媳在做 那你看 這個大嫂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逢年過節的時候 所以這個地媳更委屈 又忙又累 對 所以 既不是跟公公婆婆的不愉快 公公婆婆也沒有對她兇 這個大嫂也沒有對她兇 可是她自己心裡 完全過意不去 你知道最後 真的就選擇離婚 因為她已經 她已經就是 因為大嫂這些行為 她就覺得 她跟自己 她跟自己爭取 就是 對 我也看不到大嫂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就覺得 大嫂是個假面人 她每次都回來當好人 然後所有壞人都是我當 然後她就覺得 她自己很委屈 所以她從 一開始跟先生吵架 自己先哭 然後後來開始跟先生抱怨 然後後來吃憂鬱症的藥 然後回娘家 沒有人可以幫她釋懷 所以最後是她媽媽 然後就把女兒帶回去 就跟她那個 跟她女婿講 就說她沒有辦法 因為她也沒辦法說服 她女兒去做改變 那可是她眼看著她女兒 就是越來越憂鬱 可是所有的 她去看憂鬱症 所有在阻塑的 都是這件事情 後來小孩有帶回頭 沒有... 她兩個孩子她也沒有帶 因為她根本沒有辦法 照顧她自己 對 也沒有誰對錯 只有自己過不過得去而已 過不去 可是你可以換一個角度 去想這個弟媳 確實有這樣的感覺 公婆應該要注意這個各位 那先生應該要注意這個 對 我覺得應該每一個人 都要去注意一個 在家做家庭主婦的人 所付出的事情 那是付出最多的 是 但是黑漏都沒有喪泪 這樣會出事 可是有的時候 心理內丸水已經歪掉的時候 你覺得黑漏他也是 他也感受不到 他也有感恩 你給他吃甜的 也是他 感覺是痠的 對不對 好 歡樂啦 來... Amanda老師 哪些星座的女生 會努力捍衛自己的婚姻 對 我們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 還有下降星座來觀察 因為我們知道 下降星座 往往在星盤當中 跟婚姻關係是有關聯的 怎麼判斷下降星座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上升星座 在黃道上 上升星座正對面的 就是下降星座 比方說如果你的上升 是牡羊的話 它正對面的星座是天秤座 你的下降星座 就會是天秤座 好 像我們看廖老師 上升是處女座 所以廖老師的下降星座 就會是處女座的正對面 雙魚座這個星座 廖老師的下降星座 是雙魚座 惠子律師呢 上升是摩羯座 所以下降星座 會在摩羯座 黃道星座的正對面 就是巨蟹座 好 這是惠子律師的下降星座 好 那裕風有點參與感 你的上升是射手 你的下降會是雙子座 好 這是你的下降星座 所以我們從這三個部分 來觀察 首先第三名 如果是有落在 我們講天蠍座的朋友 我們會未雨綢繆 而且去掃除異己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講 就是婚姻的狀況 其實有時候 它不是一夕之間 就整個壞掉的 你知道就像一個食物要壞掉 它會慢慢的去腐敗 那婚姻狀況有時候是這樣子 在有些事情萌芽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及早發現的話 其實你可以及早去因應面對 對不對 不用到說真的最後 好像兩個真的是關係的破裂 那麼天蠍座就有這樣的特質 他們其實對於很多危機的 覺察力是非常強的 比方說可能先生在辦公室裡面 最近的女秘書 其實是得力的助手 嘴巴又很甜 兩個人的互動非常良好 那這時候天蠍座的太太 就會覺得 這個關係越來越緊密 去哪裡出差都要帶著這個秘書 好像少不得她 這個關係其實不能夠再繼續發展下去了 這時候天蠍座的太太 比較厲害的話 她不會直接說 因為你直接跟先生講 先生可能有很多正當的理由 對不對 她就是很能幹 做事都很好 我可以很信任她 天蠍座的太太會怎麼樣 她會說 我覺得你這女秘書真的非常棒 我也好欣賞她 能力這麼強 又這麼會說話 這麼的體貼 如果她去做業務的話 可能對我們整個公司的業績 會有很大的幫助 就把她從先生的身邊推出去 好就是說 她們會用一些技巧 來捍衛自己的婚姻 不讓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伴侶有這種 真的是深陷到危機了 到一發不可收拾 再來處理會更麻煩的 第二名呢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快樂似神仙嗎 如果說家裡你要掛 動物的話 那我準備了四幅 你會選哪一幅 那每一幅畫 都隱藏了一個液晶的掛像 它可以告訴你 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一方面 可以快樂似神仙 像第一幅是斑馬 第二幅是狗狗 第三幅是貓咪 第四幅是貓頭鷹 好 觀眾朋友 你們也來吃吃看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摩羯座的朋友 我們說 摇緊牙關 而且不會退讓 摩羯座骨子裡 是很傳統的 你知道像廖老師 剛剛有講嗎 你說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媽媽就會告訴你 進入婚姻或是一個女生 該怎麼樣 該怎麼樣 可能很多摩羯座 聽到的都是 我們該忍讓 我們該包容 好 就是再怎麼樣 對於很多摩羯座女生來講 我就是只要我決定 進入婚姻 基本上我沒有考慮到 離婚這兩個字 那當然我們講說 現在時代不同了 對不對 因為真的很多時候 我們會講說 你長期的不開心 不快樂 其實不只是 你自己不開心 你整個旁邊的親戚 朋友 你的孩子都不開心 那像摩羯座 他們真的在遇到一些 兩個人就是過不下去了 他們會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死守著 我的婚姻 好 就說 像我遇過很多的摩羯 其實兩個人 真的很不適合了 但他可以 我可以不跟先生互動 我可以就是 不跟婆家互動 但是我就是要捍衛著 我的這個婚姻狀態 好 這他們常常見到的 那會提醒摩羯座的朋友 如果你不想要離開這個婚姻 至少你能夠去改變 自己的心態 改變自己跟夫家 跟先生互動的模式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讓我們在婚姻關係當中 可是我們的互動 會比較良好的 第一名呢 如果我們有落在 巨蟹座的朋友 我們的特質是 我們剛剛講 惠子律師其實下降 帶有巨蟹的這個色彩了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今天上榜的三個星座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特質 就是這三個星座 基本上他們不是那種 很衝動 很輕易 就會進入婚姻的 天蠍 摩羯 巨蟹 對於婚姻的態度是 基本上是比較保守的 特別偽裝性最強的 就是巨蟹座 怎麼樣 他們一旦 他們其實摩羯座 特質強的人 巨蟹座特質強的人 通常看起來是 非常的溫柔 很好說話 好像看起來 很好欺負的樣子 但是他們的骨子裡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 有自己的想法的 好 這是巨蟹特質強的人 你就想像 他們不容易進入婚姻 但是一旦決定要投入 這個婚姻關係當中之後 他們會用盡自己的一切努力 來讓我的家人 讓我的婚姻狀態 是非常的良好的 就像你看螃蟹好了 他平常在那邊行走 其實沒有 就他也不會特地去 要什麼侵犯別人 或是要去做一些 什麼主動出擊的事情 可是一旦他的這個夾子 鉗子夾住之後 他是緊緊夾住 很難鬆手的 所以巨蟹座特質強的人 我們講 他們真的決定 要進入婚姻之後 他們會堅決的守護 自己的家園 會努力的捍衛自己的婚姻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來...接下來我們問一下 周英俊老師 我們聽完了這麼多 恐怖的婚姻故事之後 我們有幸運的 不要害怕 什麼生效命格的人 2021年的感情 可以甜甜蜜蜜 都沒有事 好 祢祢佛 好 我們來說 感情要甜蜜的話 一定有幾個條件 一定要兩個人剛剛好 所以絕對 多一個不行 少一個也沒辦法甜蜜 對不對 一定要兩個人 你絕對不能有別的 另外一個人 第三個 接一進來 所以這就不行了 所以說 你一定要剛剛好 今年的桃花 譬如說2021年 我們現在說的是 2021年的 感情能不能甜蜜 那就是2021年的桃花 或是六合 一定要降入在這個生效 是 那這個生效 它一定要跟這個年跟月 它自己要有一個 三合或是六合的關係 它才能hold得住這段感情 不要這個叫說 掉下來這個桃花什麼 就是變成外來的桃花 那就是第三個人 那第三個人 你就對也不能甜蜜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 符合這樣的條件 它才能夠在2021年的感情 是甜蜜蜜的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的生效是屬老鼠的 你是在榮栗的三葉生的 因為屬老鼠的今年就是辛丑年 屬跟這個牛 它就剛剛好是屬於六合的關係 好 那屬跟這個榮栗三葉 它是屬於一個三合的桃花關係 所以說這條件都有了 就是這個桃花剛剛好降入在屬的身上 那屬本身它有六合 所以它是hold得住這一段感情的 所以它這個叫做情色和民 其樂隆隆 就是你的另一半 不管是男生你跟都一樣 他就會說一些輕聲細語 或者呵護你 或者給你撒嬌 這樣子 你兩個人的中間默契會非常的好 有默契又和諧 當然就能夠情色和民 甜甜蜜蜜的 所以說這個叫做其樂隆隆 就是兩個人夫妻的感情 就別人都進不去的 再來就是如果說你是屬馬的 一樣馬跟這個牛 它是六合的關係 它是一個剛剛好這個流年 2021年的流年 剛好是桃花借入 就是降入在馬的身上 而且馬跟這個六葉 它是六合的關係 所以因為這樣子來講的話 它一樣是活得出感情的 這一段婚姻的感情 夫妻的感情是 呼唱呼水叫滿面春風 就是說你就是他們兩個人的感情 就是會 不管是另一半 它就會適時來讚美你 或是會跟你就是 常常買的衣服就是怎麼講 請你裝 兩個人就會到處走 到處撒狗糧 就是會讓人家感覺說 你們兩個是怎麼樣 恩恩愛愛愛一定要 走出去要牽著手這樣子 那感覺就 今年會特別特別的甜蜜 那有時候 糖尿病夫妻 所以他們生活上面就會 潺潺綿綿 那一間 就會覺得兩個好像是 那個叫什麼 麥芽糖夫妻 麥芽糖夫妻 也相當的不錯 再來就是 如果說 它是在農曆的事業生的 一樣 就是2021年的紅葉 也剛好降入在雞的身上 再來說雞跟這個事業 剛好也是三合的關係 所以他們中間 就能夠無交四期 也是清清我抹的 那感情它本來就很 兩個人就是很深厚 所以是外力是介入不了的 是沒有辦法介入他們的感情 都清清我抹 當然就是有時候適時的甜蜜 甜言蜜語 那這樣子兩個人就是很好 就他是不會是秀恩愛 歪人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們兩個人 真的是在他們的和諧度方面 非常非常的甜蜜 所以是清清我抹相當不錯 是十分的恩愛的 所以這在2021年感情方面 會非常非常的甜蜜 相當不錯 好 謝謝老師 來接下玉菲老師 易金塔羅川普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快樂似神仙嗎 如果說家裡你要掛動物的話 那我準備了四幅 你會選哪一幅 那每一幅畫都隱藏了 一個易金的掛像 它可以告訴你 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一方面 可以快樂似神仙 像第一幅是斑馬 第二幅是狗狗 第三幅是貓咪 第四幅是貓頭鷹 好 那觀眾朋友 你們也來試試看 來 我們就先從 玉峰 我要四 我要貓頭鷹 玉峰用貓頭鷹 對 貿石律師 三 貓咪 馬 我要狗 狗 我也狗 好 是喔 我覺得斑馬 好帥喔 好 未來約我可以快樂似神仙嗎 好 那觀眾朋友 你也選好了 那我就從貓頭鷹開始 我們在座的貓頭鷹 就是玉峰選的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玉峰一樣 選擇是貓頭鷹的話 來 這是什麼 掛 這個叫做 風則中符掛 中符掛 是哪裡呢 桃花帳範是神仙 就是未來一個月 在人際關係上面 或是感情上面 是有加分的 會讓你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得分是70分 好 接下來是貓咪 貓咪會是歷史顯的 這個掛呢 叫做地雷腹 起始平第一身雷 然後一人腹始萬象更新 是哪裡快樂是神仙呢 健康很好 健康運特別好 像有的朋友 如果說之前 你健康唯有小樣的話 那這個掛呢 讓你未來一個月 可以要到病出 所以得分很高 是80分 那我們再來看 斑馬的人選的是 篤林 還有還有誰 廖老師 來 這個叫做雷水姐 這個解掛就是解除危機 解決了問題 那斑馬呢 它又代表是黑白分明的意思 也就是說 在工作上面 之前有一些困擾 或是你過不去的 會在未來一個月當中 工作順心 快樂是神仙 所以是90分 那選到狗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周老師一樣 選的是狗 狗來父嘛 折地準 脆掛 它就是一個聚集的意思 明確的意思 那聚集的是什麼呢 聚集的是財富 所以呢 財星高照 是神仙 其實這四個掛 各有各的優點 就祝福大家 未來一個月 都快樂是神仙 謝謝老師的祝福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感謝收看 拜拜